有什麼問題嗎? 需要幫忙嗎? OK 好 OK 太好了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剛好 兩位數了 那個 先跟大家提一下喔 我們是下下個禮拜期末考 OK 下下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就是這個月的最後一次啦 最後一次課 那期末考 那下下下禮拜就是一月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有那個term project presentation OK 那再跟大家提醒一次喔 那term project presentation的時候呢 跟以往一樣喔 我都會準備pizza給大家 所以請同學 就是晚餐就直接來這邊吃這樣子 那我也準備 pizza跟這個 飲料 OK 那 就是 我知道 在專班同學 飲料都喝比較清淡喔 所以我會準備茶 以茶為主的這個 對對對 所以 嗯 對 就跟大家提醒一下這個事情 OK 那 嗯 嗯 嗯 等到 靠近 等到期末考那時候 我再跟大家講那個 還是我現在講好了 就是 就是 term project presentation 嗯 我們應該 我們總共有幾組啊 就是期末報告的時候 有 助教 知道嗎 蛤 你說到期末了 期末 期末 因為會有四四組 然後組就是七組 七組嘛 OK 好 那七組的話 應該到時候會 那個 就是 助教那邊會random的排序 random的排序來決定 報告的順序 那 呃 那會在 那個 期末考左右的時間 公告給大家 OK 請助教也記一下 期末考 左右的時間 那 把那個 期末報告的 那七組 排 就是random排序以後 公告出去 就是 下下週期末考 下下週期末考 就是 12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期末考 那1月的第一個禮拜 project presentation 對對對 那 呃 所以 每一個 組大概 15分鐘 左右的presentation的時間 15分鐘 所以也不要太長 齁 七組 加上中間transition 大概是兩個鐘頭 大概是兩個鐘頭 那 呃 當然 我可能會問一些問題什麼的 有可能超過 大概兩個鐘頭多一些啦 對 所以 呃 那之後 OK project presentation 完了以後 based on我的feedback 那你們可能要準備 那個一個期末的project的這個report OK 那你們期末的project的這個 這個term project 會根據你們的project presentation 跟這個term project report 來決定分數 那term project report的 deadline 大概是你期末報告之後的一個禮拜 OK 之後的一個禮拜 OK 這樣講大家了解嗎 可以喔 OK 那 嗯 我後面會再提醒大家啦 就是 嗯 但是 至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喔 就是 這件事情 然後 那 OK 那 期末考的 範圍 OK 是從 我們開學開始上的 第一堂課到 下禮拜上完 OK 的那個 的範圍 OK 那 我預計 就是把這個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這一張 教完 OK 我們現在大概還有大概接近90張slide 我們一次上課大概教接近50張slide 所以呢 我們大概今天教完下一次大概會教差不多接近40張slide 所以會提前大概半個小時左右下課這樣子 那 跟我估計 所以 因為那半小時講好的話 我們要 用半小時去教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講實在話也 真的是沒有辦法啦 所以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好不好 OK 所以 請同學 我知道說 呃 蠻多的同學可能是 在線上 上課 或者說 呃 可能就不上課 Whatever OK 那你們如果說 想要做 好同學的話 OK 可以跟沒有來的同學 稍微 通知一下 OK 至少提醒幾件事 第一件事當然最重要的 下下禮拜 期末考 OK 那 期末考範圍是什麼 OK 那第二件事情是 下下下禮拜 就是1月的第一個禮拜 term project presentation OK 如果有一組他沒有來 那他的presentation的分數就是0分 OK 所以這是比較重要的 好不好 沒來考試當然 我也沒辦法給分數 所以 這些 請同學 呃 如果沒有來 的同學 你們可以 呃 跟他通知一下的話 會比較好一些 OK 那至於說那個presentation的時候 那個 要不來吃 那個pizza 那就看你們 我當然是歡迎大家 我也會準備pizza 呃 呃 但是 如果你不來 你在等到你的project差不多到之前 你才到 那 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 譬如說 呃 所以 如果說 一組15分鐘 你假設第四組 那你應該在7點45分鐘之前要到 對不對 如果 你7點 呃 那你自己抓一個 保守一點 你至少 不來吃pizza 你至少 找10分鐘到 這個應該不算太過分的要求 對不對 你自己算一下 你該你的時間 然後往前算10分鐘 這個是合理吧 對不對 OK 所以 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 OK 我當然歡迎大家來吃pizza 因為畢竟 你們來 呃 聽聽看人家的presentation 然後 呃 如果說 呃 從別人的那邊的做的東西 因為畢竟是做同一個題目 如果說 呃 大家可以 呃從別人做的東西 那邊的報告 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喔 OK 好 那 回到我們的課 喔 那我們 上一堂課 講到這個 用這個 Auto Encoder 當做這個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K 那 其中我們就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可以把這個 MNIST的資料集 做這個 Visualization 讓大家看得出來說 欸 同樣的class 他們這些點就會比較密 OK 不一樣的class 點比較遠 而且 類似的class 欸很好玩的 他們也會比較近 OK 這個 很靠近 我們對這些 所謂的Fashion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時髦的這些 這些item的這個 這個直觀的 這個 這個 理解喔 OK 那 前面還有 講到 MNIST 對 Auto Encoder 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喔 那我們 今天就 來繼續講下去 那 嗯 其中第一個 Auto Encoder可以來做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什麼叫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OK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就是說 嗯 當你有 呃 一個問題 OK 呃 大多數是 影像的問題喔 所以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大多數是影像的問題 你有個影像的問題 你想要可能做分類 呃 其實影像問題大多都是做分類啦 當然也有Regression的 但是比較少 呃 好 不管怎樣 你有一個影像問題要處理 那你有大量的資料 OK 但是呢 你這些資料呢 沒有Label 或者只有少量的Label 那你要怎麼辦 這就是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的一個 呃 可以來幫你的地方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跟 所謂的Transfer Learning 是非常非常像的 OK 記不記得Transfer Learning怎麼做 就是說 你把 某一個 模型 呃 假設他是做 一件 跟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有點像 我所謂的有點像是 其實是 就算差了比較多 還是可以 通常都還是可以拿來用 就是 只要是 那個 有相關 OK 的 的 這種 已經Train好的Model 你把它拿過來 然後 把 上面幾層拿掉 然後 換 最上面的幾層 然後 你就可以 呃 去 那個 呃 就是 去這個做Transfer Learning 喔 那 用這樣子做的話 大家記不記得 Transfer Learning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你Transfer Learning 你可以讓你用 比較少的 Label 的資料 然後得到一個 還不錯的模型 對不對 好 那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呢 是類似的 但是呢 他的做法是 你沒有一個 Pretrained Model 你沒有一個Pretrained Model 但是呢 你可以利用呢 所謂的 這個 嗯 Auto Encoder 來建構你的 我們這邊講的是 叫做 Feature Detector 幫你去 呃 就是 就是 把這個Feature 抓出來 因為其實呢 當你在訓練一個 Auto Encoder 的時候呢 記不記得 你從Input 進來 到Hidden Layer 這邊 他把它變成 所謂的Coding 的時候 其實他要去 認識 這個 你的資料的 Pattern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去 Detect 資料的Feature OK 所以 基本上 譬如說你 假設 Train一個 Auto Encoder 你就可以把 Auto Encoder 下面這一部分 抓過來 然後呢 在上面 再加一點點 OK 然後 做這個 Transfer Learning 然後呢 當做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來做 這個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所以 這樣有什麼好處 第一點 你在訓練 Auto Encoder 的時候 你 不需要 Label 對不對 因為你的 Output 你的Label 就是你的Input 對不對 對不對 Auto Encoder 你的Label 就是你的Input OK 所以 你在訓練 這個Auto Encoder 的時候呢 你其實呢 我們這邊的 假設是 你有很大量的資料 然後呢 你只有少量的資料 有Label OK 那 所以你在訓練 這個Auto Encoder 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大量的資料 包含 你有Label 跟沒有Label的資料 都可以放到這邊 來訓練你這個 Auto Encoder OK 這個Stack Auto Encoder 訓練好了以後呢 然後 你把下面這幾層 拿過來 然後上面 換它的這幾層 那這個 Output 你做Soft Max 你看就知道 這個是假設 它是做Classification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做 Regression 那你如果做Regression 上面就不是Soft Max OK 但是 當然你到這邊 等到你把它 換成上面 換成這兩層以後 你在這邊 你還是 就像Princeford Learning一樣 你用了這個前面這個 已經Train好的 Auto Encoder 下面幾層 你到這邊 你換上了上面這幾層以後 你還是要 稍微訓練一下 那這時候你在稍微訓練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那個 少數的有Label的資料 去做這件事情 OK 去去Find-tune 你這個模型 去Find-tune你的模型 那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的概念 OK 那 這邊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說 其實 可能同學會覺得說 那 像這種的情形 是不是很普遍 OK 就是說你有很多 很大量的資料 但是只有很少的Label的資料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OK 隨著這個網路的發達喔 Internet的發達 你在Internet要下載 大量的資料 其實是非常的容易 OK 我舉個例子來講 Instagram 這邊 同學應該蠻多人有Instagram 雖然我是不用 應該說我有啦 我的Instagram是用來 看我兒子的啦 我沒有自己在用Instagram 但是 我兒子因為他有Instagram 所以我 我必須要一個Instagram 看一下我兒子還活著沒有 所以 就是說 但是 我想大多數人都有Instagram Instagram 就放一堆照片 對不對 所以你要下載一堆照片 是超級容易的事情 一堆人把照片放在Instagram 讓人家來看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下載一堆照片 OK 是超級容易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來講 假使 你要下載一堆所謂的Animal 那你就上網去爬那個 就是動物 就是可能是那種寵物的這種 這種網站對不對 寵物的這個可能是 那個很多就是 就是 就是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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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寵物這個洗澡的啊 什麼給寵物住的啊 這些 反正有很多這種寵物的這種 服務的這種網站 上面就一堆寵物的照片 對不對 可是 好 所以你可以很自動的抓下來 這麼大量的寵物的照片 可是 比如說我們想要做一個模型去判斷 這個動物 這個寵物 可不可愛 Cute 還是不是 還是不Cute 因為講老實話 不是所有的寵物都可愛吧 對不對 你也知道說 網路上還有人在比那個 最醜的狗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什麼奇怪的這種都有 當然自己的寵物永遠是喜歡的 跟寵物 愛不可愛 不一定有直接的相關 你喜歡你家的狗 只是因為說情感的寄託嘛 並不代表你家的狗一定可愛 OK 但是當然因為情感寄託 你會認為你家的狗可愛 但是 事實上可愛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 一個 你可以講說約定俗成 或者說是一個文化的產物 對不對 所以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文化的產物 所以 你沒有辦法用電腦幫你去 你說我現在有一兩萬張照片 讓電腦去幫你去判斷這一兩萬張照片的 裡面的寵物 可愛不可愛 不可能 你一定是用人來幫你做判斷 對不對 可是 你要讓人一張一張的過濾 說這張可愛這張不可愛 哇那很多的工作對不對 就是很多類似的像這個 這個還是比較簡單的 我說比較簡單就是說 人 基本上任何人 只要是正常的 有一點點美術細胞 大家可以判斷可不可愛 一個寵物可不可愛 可是 好那我現在舉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說 你要 我給你 就是說一堆X光片 然後你要說 這個X光片 有沒有肺癌 這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判斷 這個要醫生來判斷 對不對 這個就是 你要有Label的資料就更難了 所以 要 Unlabel的資料通常比較容易 但是呢 你要 把這些資料Label 其實就是很 花時間或者花錢的事情 花時間就像我剛剛講說 你去判斷 這個寵物照片可不可愛 這可能比較容易 就是花時間 但是你要判斷 這些X光片 對不起 這些X光片是不是 對不起喔 我媽打來 我在上課 OK 你在判斷說 一個X光片是不是 肺癌這件事情 那你很顯然你是要醫生來幫忙 這就很貴了對不對 你要叫醫生 假設你有 一萬張X光片 你要叫醫生幫你去判斷 他們有沒有 就這些X光片有沒有肺癌 那這就很貴啦 醫生是很昂貴的 就是醫生的時間是很昂貴的 所以呢 OK 簡單講就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常常發生的 就是你有大量的資料 可是呢 你的Label 這些資料 只有少數的資料 有Label OK 那 至於說怎麼樣做這件事 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Unthruized Pre-Training 就像我剛剛講的 OK 你就是Train一個Autoencoder 使用所有的Training Data OK 包含有Label的跟沒有Label的 把它用來去訓練Autoencoder 然後呢 用這個Autoencoder的這個 下面這些層 那當作所謂的Feature Detector 然後上面 OK 上面 就Reuse下面這幾層 上面 放 一兩層新的 OK 去 建構一個神經網路 然後呢 再用這個 有Label的資料 去這個 去做這個事情 去 去Fine Tune的模型 那 我們的課本其實有一個 Exercise 我們的課本的Exercise 其實都有 Code 都有Code OK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Exercise 那 看一下它的Code OK 去看一下這怎麼做 好 那 嗯 所以講到這邊 OK 就是Autoencoder 做這個 Unsurized Pre-Training 這件事情 到這邊 但是 這邊有一些 訓練 所謂的Stack Autoencoder 一些技術 喔 這個東西 可以Share給大家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技術叫做 Time Waits Time Waits 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一下喔 像這個是一個Stack Autoencoder 我問同學一下 這個 這一層Input 跟這一層Output 做的事情是不是類似 我所謂類似是 應該不能講類似 應該說剛好相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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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Hidden1 跟Hidden3 是不是剛好做的事情是相反的 你可以講類似啦 但是你可以講說它們其實是一個相反的東西 OK 那 注意到 Stack Autoencoder 就像這個三明治一樣 都是 對稱的 都是對稱的 所以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OK 就像我剛剛講說 既然這個跟這個做的事情是類似的 所謂類似就是 它 把這個Input 變成 這麼少的神經 這個 這個 神經 圓的這個Input 就是它的Output 變得比較少 那這邊是把這些比較少的Output 變成比較多 就跟這個的Input 是一樣多的這個Output OK 就像我 它做的事情是顛倒的 它這個做的事情 跟這個做的事情都是顛倒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做一些就是說 這個的 Weights 這一層的Weights 跟這一層的Weights 基本上是類 是一樣的 不一樣是說你 當然你是 因為你是做的是相反的 所以你要 你要做這個Transports 你要做Transports OK 做這個Transports的目的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一個是 等於說你做的東西 剛好是顛倒過來 但是基本上Weights 是一樣的 Weights 是一樣的 同樣道理 這個Weights 跟這個Weights 其實是你可以是 幾乎是一樣的 只不過說你要做一個 相反的動作 所以呢 你可以 我們這個技巧叫 TimeWeights 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的好處是說 OK你想想看 假設你這個模型 你沒有 十萬個參數好了 你經由這樣 TimeWeights 因為這一邊的 這個 所謂的Weights 就是你的參數量 這邊的參數 跟這邊的參數 是一樣的 這邊參數跟這邊的參數 是一樣的話 你的參數 扣到中間那一層 你的參數 是不是大概減半了 大概減半了 當你的模型 參數量變少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 第一點比較好訓練 它比較容易收斂 對不對 第二點 它比較不容易 overfitting 但是overfitting在 stake all encoder 是比較不用擔心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在stake all encoder 重點是我們製造這個 中間的這個 under complete的 比較小的這個 這個 這個 coding coding layer 所以 跟那個 模型有沒有overfitting 是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 重點是它會變得 比較好訓練 那 當你的這個 order encoder 層數比較多的時候 這樣可以幫助你把 整個order encoder 一次 就整個一起訓練好 那你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這邊跟你講說 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N層的話 OK 假設WL代表是 你的這個 connection weight 第L層的connection weight 那 這邊 那很顯然 第一層就是 這個 這個 Layer 1 就是 the first hidden layer Layer N除以2 是那個所謂的coding layer 那如果說你這樣定義的話 你Layer N 是你的output layer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time weight 就簡單講 就是WN-L加1 會等於WL transpose OK 有個transpose OK 因為這個transpose很重要 因為你做的事是相反的 所以需要做一個transpose OK 那 那 這個就是所謂的time weight 的概念 就是 數學上表示是這樣子 好 那你要怎麼樣 寫層次達到這件事情 嗯 考驗 有個 箭頭 好 好 你這邊可以定義一個 叫dance transpose OK 它tag一個 這個 從這個object 你可以拿到 譬如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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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然後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說 它用的是 從這個activation 拿到 它的activation 是哪一個 然後呢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它的weight 它的weight 這邊有這個 這邊 OK 你的這個 matrix multiplication input self dance weight 0 transpose b的一處 你做這個transpose OK 你定義好了這個 class 以後呢 那 你看 你可以在這邊 去 先定義 你的dance layer 1 OK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我們這邊用的是 我們還是 來做那個 MNIST 的那個 資料集 所以 你現在先定義 有一層dance layer 100個神經元 Elevation 0 dance layer 2 30個neuron Elevation 0 然後呢 OK 你一開始進來 這個input layer OK 那你把這個 這個28x28把它flatten 然後再來你放dance layer 1 dance layer 2 這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然後到這邊 OK 這個是你的encoder 這是你的encoder Decoder的時候 這是你的tie in weight 要做的事情 你看喔 你的dance transpose 你把dance2 放進去 Elevation呢 設定是0 那你把這個pass過去呢 他就知道 去設定 這個dance layer 基本上跟他是一樣的 唯一差別是 他在做計算的時候 做一個transpose OK 那 同樣道理 你的這一層 是dance1 OK 那 這個 因為這邊你是 要做sigma 你要把它轉回去 變成 這個 700多個神經元 這個sigma 然後這邊是這個 chaos layers reshape 變成28 28 這邊為什麼是sigma 這個 前面我們有講過說 我們把每一個pixel 把它當作一個binary classification 知不記得 前面我們講過這個東西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這個tied ae 就是把這個 上面的這個encoder 跟decoder把它拼起來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tied weight 這個autoencoder 這個 這個模型你如果去訓練 他的reconstruction error 跟前面我們那個 就是 那個模型很像 但是他只有接近一半的這個 殘數量 OK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模型 這個啦 跟這個基本上 差不多 你得到的這個 效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跑出來 效果大概是這樣子 上面這個 他可以reconstruct 下面這個 這個 但是你的參數量 減半 幾乎減半 好 另外一個技巧 要跟大家講的 其實 比較不是那麽 在現在的時間來講 是比較不是那麽重要的 OK 這種技巧叫 training one autoencoder at a time 這個什麽意思 OK 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是先解釋一下 這個技巧 是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在 第那個 我們講完那個 MLP 我們是不是有一張 去教大家 怎麽樣訓練 MLP 就有很多的技巧 對不對 對 那些技巧 大概都是 1990代末期 2000年代初期 的時候 被開 被發展出來的 那 但是在那個之前 在那個之前 OK 其實 要訓練一個 神經網路的模型 超過兩三成的 就非常非常的困難 OK 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講這個 Stack autoencoder 隨便一個就是五成啊 隨便一個就是五成啊 這已經很小的嘛 對不對 隨便一個就是五成 比這五成還小的 就三成嘛 三成基本上是最小的 Autoencoder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三成就已經夠難訓練了 在你還不知道那些 技巧之前 三成就夠難訓練了 五成是超級難 在早期的時候 我說你早期是什麼時候 就是 譬如說 舉個例子 鄭詠斌老師 你們應該認得 我們西藏一個老師 他年紀應該跟我差不多 他當年念碩士的時候 他就是在做神經網路 他說當年他們做的神經網路 訓練三成以上 基本上難路登天 當然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台灣當年的那個 他那時候他好像在交大念碩士吧 那交大那些 那時候的資源也比較不夠啦 OK 應該說那時候就是本來 大家對神經網路就不夠理解嘛 那第二點更重要一點就是 很多那個技巧 怎麼樣訓練神經網路技巧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那時候三成就已經了不起了 所以說 那怎麼辦 那你可以一次訓練三成 反覆這樣做 把這個Stake All-on-Coder 就是很多層Stake All-on-Coder 給他做出來 怎麼做 OK 我把圖給大家看 Phase One你先做這樣子 第一次你先做這樣子 做這樣子是不是三成 這沒問題 做三成這樣是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所以這樣三成 假設你這三成可以訓練好 OK 當年的資料量也比較小 所以說 你訓練三成也已經差不多了 訓練好了以後 好 這邊很重要 你把你的資料 位到這個Input 用Encoder 把這個Coding Layer的Output 把它抓出來 這是你的Output 然後再來 你再建構一個 這樣子的 就是跟這個 這個Hidden One一樣大的 你把它這個當Input 然後更小的當Hidden One 當另外一個Hidden Layer 然後再來這個Output 這次數也是三成 這次數也是三成 好 這個時候呢 你用剛剛這個 從這邊Input進去 得到這個Coding Layer 拿來當這個地方的Input 它的Output 它的這個Label 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Coding Layer 的這個Coding 來當做它的Label 然後你這樣 當你可以把這個訓練出來 因為這也是三成嘛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訓練出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你從這邊 變到這樣子的Coding 到這邊 又變得更小的Coding 然後變回來 這樣子的Coding 然後再回來 變到更大對不對 它整個是不是可以完成 你可以把它兜回來 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 你訓練兩個三成的 你就會可以兜回來一個五成的 對不對 概念上是不是這樣子 OK 那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反覆操作 我們這邊是告訴大家 你用兩個三成的 兜出來一個五成的 你事實上可以做 三個三成的 兜出一個七成的 OK 就是說這個可以被 這個generize 這個做法可以被 被反覆的操作 那 你做三次就變七成 做四次就變九成 OK 所以呢 理論上 OK 當然你要算好 譬如說 這個每一個 這個的Hidden1 就會變這邊的Input OK 那這邊的Hidden1 如果你有再多一個的話 就會變這個第三個的Input 你要把它兜好 要不然的話 就沒辦法放在一起 OK 但是基本上 這個是可以反覆的操作的 OK 這個就是 training one autoencoder at a time 也就是說 你每一次訓練一個 Autoencoder的時候 只訓練三成 但是事實上 你可以藉由 這樣子 就三成三成的 Autoencoder訓練 把它 組合回來變成一個 比較深的 這個Stack Autoencoder 這個在 早年的時候 當 我們 訓練這個比較深的 Autoencoder 就有困難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 很 很 很間接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做法 OK 你說 現在還需不需要做這個事情 基本上不需要 基本上不需要 但是 我們還是會要講這個技巧 為什麼 因為你們在 看一些深度學習的文章裡面 他們可能還是會提到這個技巧 尤其是你們在看早期一點點的 深度學習的paper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不了解 他在講的這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的這些技巧 OK 包括舉個例子來講 像 Batch Normalization 像這個 各式各樣的這種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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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Zero啊 這些東西 OK 這些都有助於我們 把模型 就去 就避免模型的訓練 會 會失敗 對不對 當年我們不知道 OK 當年也不知道Drop out 對不對 這些都是後面才被發展出來的一些技巧 但是 OK 當年就是可以這樣子 一次訓練三層 Auto Encore一次訓練三層 可以把它組起來 OK 嚴格講起來 OK 就是說 這個 這個是告訴我剛剛在講的東西啦 但是重點就是在說 在這個 Jeffrey Hinton 在這個 2006年 訓練出來一個 比較深的神經萬物之前 基本上 OK AI的那個第三次的新奇 並不成功 一直到了 Jeffrey Hinton 就是他用這個 這個就是 剛剛我們講這個 類似這個的技巧 來達到這個訓練 比較深的神經網路 才開始 大家都才開始認知到 喔 比較深的神經網路 的確是比較 Powerful 是可以做一些 人類比較難達到的事情 OK 當年呢 在這個 2006年 他的這篇Paper 他 嚴格講起來 他不是用這個 Auto Encoder喔 他那時候是用的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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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OK 這個 這個 RBMS 這個 這個東西比較 我們是沒有教啦 這個是 你們如果有興趣 你們可以自己看喔 因為這個東西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喔 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 還要經過一些 Stabilization的過程 所以 並不好訓練 但是 當年呢 2006年他是這樣做 然後 2007年呢 Yoshio Banjo OK 他們就 用這個 去證明了 同樣的事情 KO 來做 當然 Yoshio Banjo 就是這樣做 OK 所以呢 那個 就是 一直 就很多年喔 就是在 他們做到這件事 一直 就 就從他們做到這件事以後 在很多年 這個 做到他們做到這件事 很多年之間 這還 都是一個 唯一的方法 去訓練這個 比較深的神經網路 OK 所以 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們學到那一張 怎麼訓練神經網路 那個東西 其實是 人家的這個 在早期 在做這個訓練 做這個 神經網路 這個模型的時候的 就是說 基本上 不知道那些東西 基本上是沒辦法做的 沒辦法做的 那就 直到說很多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這個 第十一章 教的一些技巧 被大家慢慢知道以後 就知道 我們就可以直接 一次訓練比較深的神經網路 那 當然 OK 我們一直到現在 我們 講的這個 講到現在這邊 我們講的 Auto Encoder 都是 是這個Dance 用Dance Layer 來做這個Auto Encoder 但是Auto Encoder 並不只限於 這個 用這個Dance Layer來做 你可以做 所謂的Convolutional Auto Encoder 你可以做這個 Recurrent Auto Encoder 直接都可以做得到 並不實現 概念是一樣 它就是說 Input 跟它的Output 是一樣的 然後中間 想辦法去擠壓出來它的Coding OK 那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第一個 Convolutional Auto Encoder OK Convolutional Auto Encoder 當然你可以想像得到 它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Auto Encoder 主要是用來 給 來做這個 這個 影像的資料 影像的資料 OK 你說 那我們前面 這個例子也用這個 所謂的MNIST的資料集 對不對 做這個 那我們就用這個Dance Layer來做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前面在 這個Convolutional 這個CNN那一張的時候也有解釋過 OK 如果我們要真的處理比較大的 比較 彩色的影像的話 其實CNN還是比那個Dance Layer來得 容易得多 來得容易得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還是一樣處理Facial MNIST 但是我們這次用CNN 就是Convolutional Layer來處理 OK 那你現在看 OK 這個 OK 我們先進來 OK 我們把這個2828E OK 我們把 所以我Input 2828 把它Reshape成2828E 為什麼要有個E 就是因為 如果說CNN的話 它要有Channel 對不對 要有Channel 你要有Channel Number 那你如果是2828 它是沒有Channel 所以它必須要有第三個維度 就是這個Channel Number OK 到下面它就變成什麼 變成你有多少Facial Map OK 好 那你見過這邊的話 OK 這個其實跟Convolutional Layer是類似的 你越下 就是經過這個Encoder 它會越來越 它的Facial Map越來越小 但是它的那個Facial Map數量會越變越多 就跟以前的CNN一樣嘛 是不是越變越小 就是它的 你會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做Dun Sampling 然後你的Facial Map會越變越長 越變越多 這樣子 你看 這個 你變成16個Facial Map 然後CNN size是3 Padding是Same Adivation的也Zero 這邊的時候 我們用Padding用Same 所以我們的大小是不變的 可是呢 你有16個Facial Map 然後你這邊就Dun Sampling 用Max Pooling Max Pool 2D Poor size2就是你把長跟寬都各縮一半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就會有14乘14 有16個14乘14個Facial Map 對不對 好 再來 你又再做CNN size3 Padding是Same Adivation Zero 變從 對不起 32 CNN size3 PaddingSame Adivation Zero 你變32 那你變32個 14乘14 那你再下來 Pooling size2 你又兩邊再縮 各縮一半 對不對 所以變7乘7 對不對 7乘7 OK 那7乘7以後呢 你有32個嘛 然後呢 再來 你再經過這個 CNN size3 PaddingSame Adivation Zero 有64個 就變64個 7乘7的Facial Map 對不對 然後你再經過 這個 Max Pooling 2D Pool Size 2 那這又變什麼 變成3乘3 變成3乘3 你有64個 3乘3的Facial Map OK 這是你的Coding 就是Encoder的結果 然後Decoder的時候呢 你看喔 你從這邊 它的Input Shape是3364 就是你從這個 Encoder拿到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這邊你看喔 因為我們要 反過來 對不對 反過來 大家知道說 所謂的Convolutional Layer 它的反過來就是 Conf 2D Transpose 這個在前面應該講過這個東西 對不對 嚴格講起來不是 就是我在 影片裡面講過 因為那個禮拜 剛好我人不在台灣 OK 我忘記 可能是我在大陸的那個禮拜 OK 可能是我在大陸的那個禮拜 還是我在羅馬尼亞那個禮拜 有點不太確定 反正Anyway 就是說你看喔 那你就把這個 重新變成 這個32個 然後你的 這個Curl Size也是3 那Strite的2 Strite的2 這邊是剛好是顛倒 你把它放大 OK 你把它放大 然後呢 OK 那你 你這邊呢 你這邊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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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才可以把它變成 從3 變成7 變成7 要不然的話 它放大不會變7 OK 注意一下 你的Padding 你注意到 這邊是Valley 這邊不是Same 其他都是Same 你看 像這邊下面你看 這邊是16 然後這邊Strite是2 所以又乘以2 對不對 從7 變成兩邊長寬各乘以2 變成什麼 14 那你有16成 然後呢 你這邊 用Same 為什麼 因為你就不需要再放的更大 就是 讓它剛好變成兩倍就好了 所以14 14 14 你有16個 再來 這下你是 還是一樣 用Same 然後Strite是2 就從14 14 14 再乘以2變 28 OK 然後 這個 這時候你用Sigma 還是去老化 為什麼用Sigma 因為你把每一個Pixel 當作 Binary Classification OK 到時候你這個Loss 要用Binary Close Entropy 記得 OK 然後這個 這個你弄好以後 這樣就變成什麼 變成28 乘28 乘1 對不對 但是你這邊 你的Channel Number 你必須要把它去掉 所以你用Reshape 把那個 變成28 28 OK 然後你把這兩個兜起來 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 Conf AE Convolutional Auto Encoder OK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上面的Channel 上面的Channel 沒有沒有 這個就直接是 從頭開始訓練 這不是那個 Unthruized Pre-Training Unthruized Pre-Training 是另外一個Topic 我們那已經結束了 你講的是哪一個 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Unthruized Pre-Training 在Time-Way之前 我們在講這個 對 然後接下來這邊 這邊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哪一個 Time-Way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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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對啦 因為這兩個都叫Transpose 對不起 這邊我可能 OK 這邊的Transpose 代表是說 你 對不起這邊 這個代表說你把它做的是相反 相反嘛 一個變小一個變大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Transpose 沒錯 Transpose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變小變大的差別 對 沒有錯 但是一個是 Convolutional Layer的Transpose 那個是 就是說 是專門是 那個 就是Conf 2D Transpos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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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 Convolutional Layer專有的 對 但是它沒有 這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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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剛剛那個 那你如果說你要 你這邊就不能用這個 你要用 用Customize的Layers 來做這個 Time Weight OK 你看 我們要做 Time Weight的話 不但是 不但是 這邊是Transpose 事實上你 這邊是一個 Customize的一個 Class 去做到這件事情 OK 這下面不是 這邊是一個 Standard的 這個Transport Count to the Transpose 所以它沒有做到 那個 把那個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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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把他 這邊之所以 Time Weight是因為 這邊你看 在這裡 我們等於說 我們用的 Weight 基本上是 它PASS過來那個 Layers的 Weight OK 所以 所以他們的 Weight 用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這邊 這邊你看喔 雖然名字有點 有點看起來很像 但是 這邊是不一樣的層嘛 所以它的這個 這個 它的Object 它這個 這一層的Object 是不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 參數是separate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好 當然沒問題 剛才那個 那邊 有一個疑問是 因為它是 直接拿 上面的 然後直接 再拿 再轉 對 對對對 那這樣要怎麼確定 因為它 就是它 Ecode的 就已經Ecode 所以你就知道 直接轉向哪裡 就把它轉向Ecode 那 怎麼知道Ecode的有沒有 學到好的Representation 怎麼知道Ecode 有沒有學到好的Representation 因為我這樣轉 都已經轉過來了 可以轉得長 因為它 這樣不用換 呃 因為你的Dimension還是會降啊 你學不是因為它有沒有反過來的問題 學是因為說 它強迫它的那個 強迫它的那個 中間的那個 Coding Layer 的那個Dimension變小這件事情 對啊 Aldone Coder 之所以是Aldone Coder 重點就是它中間的Coding Layer的問題 對 像你這邊 我們放的Constraint 是讓它的Coding Layer變小 我們叫這個叫Under Complete Aldone Coder 對不對 對 不是因為說它有沒有Tie Weight 有Tie Weight 沒有錯 你的參數量變小 它變得比較容易學 但是並不代表說它不需要學 你不需要學 那你先想看嘛 好我們現在來看 呃 你還是喪失掉一些東西嘛 對不對 那你這邊怎麼恢復 你沒辦法恢復啊 就像你把這個Way的一樣 喔 我說好 我隨便講喔 1加1等於2 你會拿到2了 你2 回去的時候 你不知道是1加1啊 對不對 就是說 它這個 不是這樣算的 不是這樣子 它在那個Dimension降低的時候 它有一些Information是Loss掉 所以它必須要學到那個Pattern 要不然沒辦法 OK 所以 重點是 你的Coding Layer Dimension的問題 而不是那個 有沒有Tie Weight 好不好 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OK 好 太好了 好 好 當然這邊沒有錯 剛剛那個 那個 兩位講沒錯 這邊 因為兩邊都是Transpose 所以有可能有同學會以為 喔這邊也是Tie Weight 不是不是 沒有沒有 這個就不是 完全不是這回事 這只是當 剛剛好 就是 它是相反的 就是剛好叫 Comp2D Transpose 這樣子 好 再來 Recurrent 也可以用 Recurrent Layer去做 這個 Recurrent Auto Encoder OK 你可以看到這邊 OK 這邊有幾個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 這個Encoder沒什麼了不起喔 就是Keras Layer LSTM 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先講 這個Recurrent Auto Encoder 它處理的資料集 也是 也是 那個 Fashion MNIST 也是28 28 OK 那 所以你看喔 它這邊 100 Return Sequence的一處 代表什麼 代表它輸出也是 這個 這個Sequential 對不對 對不對 但重點是你看它這個 Input Shape Input Shape是None 28 代表什麼意思 它把28乘28 把它當作28個Sequence OK 那既然它 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28 這個都是一個Sequence 它那個長度都不重要 所以它第一個 那個Dimension Shape 是None OK 它把它當作那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Sequence 它可以take any size 好然後再來 到這邊變 Keras Layer LSTM 30 這個喔 其實是一個 這個Encoder其實是一個 Sequential to Vector的形式 Sequence to Vector的形式 因為 這邊雖然說 它這邊是LSTM 但是因為這邊沒有 Return Sequence的一處 所以它出來是一個 30的 一個Vector OK 那當然 你這邊要恢復成 下面當然你可以猜得到 下面一定跟什麼 Vector to Sequence 對不對 你下面一定要跟Vector to Sequence 好那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喔 你這邊有一個 你注意到 這邊有個Keras.Layers.Repeat Vector 28 OK它有28個Sequence 但是你這邊 你把它做Repeat Vector 這Input Shape等於30 30是因為從這邊來 OK 但是你把它Repeat 為什麼 因為它進來是一個Vector 你要把它Repeat 它才會變成這個Sequence OK 因為你要把它變成Sequence 所以 從Vector變Sequence 所以你用了一層 叫做Repeat Vector OK 然後接下來 下面就比較簡單 就是你接著LSTM100 Return Sequence等於True 下面也是Sequence 然後到這邊 OK 大家都還記得 我們可以用這個 把ChaosLayers Dense 28 Elevation等於Zero 我們把它包用 用Time Distributed把它包起來 OK 去處理這個Sequential的資料 我們在那個 RN那一章 有教過這個技巧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東西 拿進去 我們把這個 Recurrent Encoder 跟Recurrent Decoder 把它組起來 就是我們的 Recurrent Auto Encoder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 有這個 這個 Convolutional 的 Auto Encoder 有 Recurrent的 Auto Encoder 當然我們用的例子 都剛好是來處理這個 Fashion MNIST OK 但是 你如果要處理 別種的Type的資料 當然是 也可以喔 事實上不會更困難 OK 好 所以 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問題 還可以嗎 OK 那 這邊我們到時候 到目前為止講的 基本上都是 所謂的 Under Complete Auto Encoder 就是Coding Layer的 那個 Dimension 比Input 的Dimension來的小 OK 它的主要的 Constraint 是在那個 Dimension的地方 OK 那 那 這個 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邊我就跳過去不講 OK 好 那 接下來 要講的是 所謂的 Over Complete Auto Encoder OK Over Complete Auto Encoder 通常指的就是 它的Constraint 並不是在Coding Layer比較小 OK 當然 我們後面的例子 有一些它Coding Layer還是比較小 但是 重點並不是 它的Coding Layer小不小 應該說 通常在 Over Complete Auto Encoder 這裡面 通常在意的是 它的Constraint 是別種形態的Constraint OK 這個 這個 舉個例子來講 你可以 這個 用來 做這個 你可以加 所謂的Noise 你可以加Noise OK 來 讓它變得比較困難 OK 那 這種 OK 有很多的這種 事實上 我有一篇 PN2.5的Paper 上那個 那個 TADE 那篇裡面 就有用到這個東西 就是Denoising Auto Encoder OK OK 好 Denoising Auto Encoder 第一點 你可能會問說 那Noise是哪一種 什麼是Noise OK Denoising Auto Encoder 有兩種Noise 有兩種Noise OK 第一種Noise是 OK 你把 那個 你故意 你把 Input加上 一個 可能高選 高 高斯 的那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 White Noise OK 然後 你希望輸出的時候 不要有那個 White Noise OK 注意喔 你這邊 你在訓練的時候 我再講一次 你是 一開始進去 譬如說你進去的Input 是什麼 然後你加上White Noise 然後出來的時候 你希望它不要有White Noise 因為你希望這個 Auto Encoder 訓練出來以後 它幫你 譬如說你到時候 真實資料拿到的時候 它有White Noise 它幫你自動消掉White Noise 對不對 你訓練好的Auto Encoder 希望它自動幫你消掉White Noise 但是 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當然要知道它的Ground Truth 你才能夠訓練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是第一種型態的Noise OK 就是 添加 就是添加的White Noise 第二種是什麼 就是你故意挖掉一些 故意挖掉一些詞 一些值 OK 然後呢 你希望這個Auto Encoder 幫你把那些 就是缺的值 把它產生出來 記不記得 我們在前面有講那個Prediction 另外一個叫做Imputation OK 這就是Imputation 就是 你把以前的這個資料 可能有一些缺值 你希望藉由這個方法去 把缺值補起來 這叫Imputation 那你看 這個 第一個就是你看 在這邊Input 你故意把它加上Gaussian Noise 然後經過這個 這個Auto Encoder 你的Output 希望它跟Input 越接近越好 你用這樣方法來訓練 這個Auto Encoder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Denoising Auto Encoder 那另外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說 另外一種形式的 就是你這個Input 然後呢 你故意經過一個Dropout 我們知道Dropout 它會Random的 把一些Value給拿掉 對不對 那 你讓它經過這幾層Hidden Layer以後呢 你希望它這個Output Reconstruction 跟它的原來沒有拿掉的那個Input 沒有拿到任何東西的Input 越接近越好 OK 好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當然嚴格講起來 它還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 Under Complete Auto Encoder 因為它的Colding Layer 還是Dimension還是比較低的 OK 事實上這個 它是Denoising Auto Encoder 它的中間那一層的Dimension 不需要那麼低喔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用的是這個 還是用Facial MMRST OK 所以我們進來是28-28 我們把它Flatten 然後我們加上一個Dropout 注意喔 這個Dropout Dropout Rate是多少 0.5喔 0.5很多喔 0.5代表什麼意思 你裡面的點 有一半都不見了 對不對 一半都不見了 好 然後呢 你把它 位到後面這個Dance Layer 100個 0 30個 0 然後它的Colding Layer是30 沒有錯 所以它還是 比那個700多來的小很多 沒有錯 對 所以你要問我說 這個是不是Under Complete 我也跟你講說 是 但是 這個Auto Encoder的重點是 它是一個Denonising Auto Encoder 因為它特別加了這個Dropout在這邊 OK 然後你看 那你出來的時候 這個 從這邊 你拿到這個Input Shape 30 然後把它變成100 然後用Seal 然後呢 再來變28-28 然後呢 你把這個Dropout Encoder Dropout Decoder 把它拼起來 變成Dropout Auto Encoder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 這個 Auto Encoder可以讓你做Imputation 好 那這個Auto Encoder多強呢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OK 這個例子呢 下面就是 下一張圖就是一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說 它Drop掉一半了以後 它事實上看到的是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應該很難看得出來吧 我把下面那一排遮起來 問你上面那一排什麼東西 你可以拆得出來嗎 可能有點難 對不對 好 那你拿給這個Auto Encoder 它Reconstruct出來 下面 大多都看得出來是什麼吧 除了第二個 第二個我是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第一個 這應該是一件衣服 對不對 一件衣服 然後這個是T-Shirt 這個是長 這個Long Sleeve 然後這是一個高跟鞋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基本上都建構得還不錯 對不對 對不對 都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第二個我實在看不確 不是很確定 可能是包包 可能 我實在不太敢確定 我不要亂講 但是基本上大多都建構得不錯吧 對不對 沒有 不好意思 不會 那個 這邊指抓包是在Data上挖洞 還是在Model上的Nome挖 丟掉 Model上Nome丟掉 什麼叫Model丟掉 之前講抓包的時候 不是你說在 它會把一些Neurons給它關掉 對對對 Random的關掉 那這裡是資料上有洞 還是 不不不 這邊是說我們在 上面那個的 其實是在這邊 在這個 在這一層的輸出 這一層的輸出 所以不是原本揮進去 原本揮進去 是完整的 我們故意把它Random的Drop掉一半 對 至於說Random的Drop掉一半以後 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把它印出來的話 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Reconstruct出來以後 OK 在這邊的時候 它Reconstruct出來以後 它還是可以恢復 OK 那這樣的模型訓練好了 你想想看 如果你現在進來的資料 你知道Drop掉基本上 它在訓練完了以後 那個Drop掉Layer會 就是不會用 對不對 對不對 還記得吧 就是它就不會再 你在做Inference之後 Drop掉就不會再用了 對不對 好 當然你不會 它Drop掉不會再用的時候 你的資料如果說有一些缺子 它自動會幫你補 重點是這個 我在想的問題是 因為一開始 進去的資料是完整的嘛 對 那中間抓爆掉一些 如果之後 有些神經元被丟掉 可是其他沒被丟掉的神經元 會不會 就是有那些 不會 因為那一層 那一層被掉了 你不可能跳過去啊 那一層還剩下一半 剩下一半沒有錯啊 就像 但是 不是 你是在 這邊嘛 這邊這一層 這邊700多個 裡面有一半不見了嘛 那你接過去的時候 那個 那個一開始 Input就不見了 你怎麼 它隔壁不會知道啊 它每一個代表 每一個這邊的Input Input Neural 每一個代表它一個Pixel 它關掉就關掉啊 你怎麼知道那個Pixel是什麼 不會吧 不會吧 這應該 不要誤解喔 應該沒有吧 對不對 你別的 你隔壁的怎麼會知道這個是什麼 Pixel跟Pixel之間 當然理論上是有連續性啊 它也是從 因為你畢竟不能是完全Random 完全Random 是學不到東西的 它一定是 你的資料有一些Patterns 它從這些Patterns學到的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 它不是因為說 它從別的隔壁的 Input Neurons 去學到說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不是不是不是 不可能 它是從Patterns裡面學到的 OK OK 可以嗎 OKOK 好好好 好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OK 先休息十分鐘 下面再講這個Sparse Auto Encoder 謝謝